嗨 大家好 对对 欢迎来到我们那个整招的on air 这一场呢 是我们今年台北国际酒展的 第一场on air 那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豪迈国际的 Sophia来我们现场跟大家介绍豪迈的 这次的珍稀的酒款 记得上一次跟豪迈合作已经是四年前 四年前的事情 超久的 对 那这一次很开心他们可以带来他们的严选酒款 珍稀的威士忌专家 来帮我们 把这些酒款介绍给我们的粉粉们 好不好 谢谢 大家这一次请 请留言 留言跟分享 公开分享 那我们到后面呢 会送出今天豪迈所准备的 五款 五个 五个有格兰凯恩的文香威士忌杯 所以大家记得要帮我们按赞 公开分享 留言 好 那我们现在就就请我们豪迈国际的品牌大使 Sophia呢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 台北国际酒展他们所为大家带来的 品牌 那第一款这一次是带来的那个 雅木特的部分 对 我这一次 好 那我就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豪迈威士忌的品牌经理 Sophia 然后今天很荣幸呢 就是受展交的邀请来到这一个展昭OnAir的活动 来介绍一下我们 这一次豪迈国际为大家带来的酒款 那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真的就像建某说的 我们很多年没有来参加国际酒展 那这几年呢 其实我们豪迈精品威士忌做了很大的改革 就是 我们从过去是专门做一些 独立装品厂的作品 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原厂的品牌 那这一次呢 最主要就是要为大家带来就是三个 我们非常精彩的原厂品牌的作品 那包含就是我们 刚刚建某有提到 我们今天想要第一款跟大家介绍的是 来自印度的单一麦威士忌雅慕特 建某你自己也 应该喝过蛮多次 我们雅慕特的作品 从四五年前 这一款 这一款雅慕特的作品 是我 第一支自己买的威士忌 哇 在台中的时候跟Richard买的 那我就是开启了我的威士忌之路 对 今天就是雅慕特它其实是印度的 单一麦威士忌 那其实单一麦威士忌大部分人知道的都是来自苏格兰比较多 那印度它其实是亚洲三大绝合像现在我们台湾很知名的 另外两间酒厂一样 我们都是做单一麦威士忌 而且都是亚洲的威士忌 那我觉得印度的酒厂很特别的就是 他在讲的是当地的风土 热带的文化呀 然后带有印度的辛香料 这样子的风格其实是很独特的作品 那你之前喝雅慕特的感受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作为你第一支 入门的威士忌就挑战这麽的艰辛 因为一开始其实 没有那样的那个 对威士忌的印象 就是说 好 比较好的威士忌可能是从什么苏格兰 或美国这种旧世界的 新世界这种老品牌的 产地出来的威士忌 所以我就直接就直接买了印度的威士忌 对那喝了之后 就是跟想象中本来觉得会很呛啊 这种很刻板对威士忌的印象都 不一样 完全改观 很平衡的 然后很适合 比较出入门的 这一款 比较出进入这个威士忌世界的 消费者可以来 可以来尝试看看 对因为其实挑战亚洲威士忌 他算是现在新时代的产区 就是过去我们知道苏格兰 我们知道爱尔兰 知道美国波本威士忌 加拿大的裸麦威士忌 其实亚洲现在陆续开始出现很多 很不错的丹一麦芽酒厂 那有机会可以来到好麦的摊位 就是来试一下我们亚木特 这一间酒厂的丹一麦威士忌 他其实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百分之百 使用当地的大麦 而且他的当地大麦 其实跟苏格兰所使用的大麦品种很不一样 对就是他本身有很多的蛋白质 在这个大麦成分里面 所以他蒸溜出来的酒呢 其实就是 有丰富的辛香料啊 这些的气息 然后呢 我们这次亚木特就是要给大家 特别好康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来到酒展嘛 你知道我们上次是四年前来到国际酒展 然后四年后呢 其实我们要带来一款非常精彩 亚木特非常精彩的作品 就是现在剑毛手上拿的这一款 真诚的 真诚对 就是他叫做真诚 就是不是 不是说很真诚的跟你讲一些东西的 是 橙子的橙 就是橘子 他是现在 应该是说他是过去 整个 台湾 也不是台湾 全球第一款橘子风味的威士忌 那当然我们现在台湾的友牌也推出了一个柳丁款 那这一款其实他是更多橘子橙皮血橙的风味 刚刚剑毛呢 作为全台湾第一个喝到这一支酒的人 谢谢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风味怎么样 现场只有他可以喝 我真羡慕 对 他上一次DEP来的时候呢 是那个 4年前 的国际酒展 对 那这一次 又可以再带来台北国际酒展 让大家平银 那 刚刚 老板Richard跟我讲 这是很珍贵的 他是用Aloroso的 酒桶 雪莉桶 对 来成酿的 那 他 有一点 甜味 甜味是很多种 不同水果 热带水果 所出来的 而不会说 只有一个偏甜的 感受啊 然后他 也不会太呛 但是他的尾韵 却可以爆发出 很多 就是 不同的味道 这样子 我觉得这4年就是我们认识建模哥这么久 他那个威士忌评的能力也是 突飞猛进 他现在完全都可以介绍一支酒了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珍成这款酒呢 在国际酒展的现场呢 我们是做限量的 限量的品饮跟限量的贩售 那这一支酒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是用Aloroso雪莉桶去过桶 然后带有橘子风味的 一样的雪莉酒的一个 过桶的商品 那我们是做台湾独家限量的上市 那这款是台湾专属款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 因为其实亚木特的商品非常非常多 那不管你之前 有听过还是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其实都可以到现场 我们准备了 很多不管是免费的试影啊 还是很多独特的限量商品 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品牌 接下来就是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飞到苏格兰了 对我这一次 特别觉得 有兴趣的 他特别强调我一定要带这个品牌来 对对对 艾德麦康 真的 今年的应该算是去年最新 然后全球卖的最好的一个 全新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那他叫做艾德麦康单一卖 威士忌 那这一款啊 就是我看他的资料啊 他是 2016的时候有出一款那个 创厂的 创厂的纪念款 对 基本上他这个是 消息一出去的时候 他的酒就已经没有了 真的 后续有出 2017 2018到2019的 你有收到吗那时候 我是资讯都还没收到就卖完了 那我们要跟老板讲一下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酒厂已经到了6年半7年的 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个时期之后 酒厂开始推出他的第一款单一卖的威士忌 他跟很多新酒厂真的不太一样 很多新酒厂会在 三年符合法规可以叫威士忌的时候 就开始推出新的产品 但艾德麦康觉得说 我要把时间 留给就是真正好的 商品直到他收成到一个程度 所以他直到6年才推出的第一款商品 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了 这个 批次版的 就是艾德麦康单一卖威士忌 那他很特别的是他 蛮强调批次 他每一个批次会做不同的酒标 他会直接把 批次 印在酒标上面 所以你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到 他这边是 2021年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1月 然后他则是4月 对 然后他的4月第3批 我的这边是1月的第1批 这个酒厂非常非常的有趣 第一个他是在就是 他的那个产区就是在 他在西高地 他算是高地产区 那艾德麦康本身是一个半岛 那这个半岛他是 欧洲最古老的 羽林保留地 所以他过去其实是环境保护区 是不能建酒厂的 也就是艾德麦康酒厂 其实是 这一个区域里面 历史 几百年来第1间蒸溜场 那对苏格兰人来说 如果你是 那个地区的第1间蒸溜场 就表示他的风味 或是他会蒸溜出什么样的 风土的威士忌 是没人知道的 那这款酒呢 其实之前就是在 市场上真的还蛮多人在讨论的 那有些人说他其实喝起来有点像 同样半岛地形来自天空桃的那个Talisco 跟有点像高地就是有丰富蜡质感的 就是小山猫 他说很像两只的粽合 那这一支酒就是其实 他那时候就像建盟那时候说 他在2013年其实是建厂 那16年3年的时候他先推出的是 纪念烈酒 也就是那个其实是未满 三年不能称为威士忌的酒 他是特定这样子做 因为他是希望威士忌可以放 酒一点 那所以前面出了4款的纪念款之后 才第1次在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正式上市的这一款 对就是我们一般真的是 喝不到纪念酒的话呢 我们这个来展场 可以有机会 或者直接到豪卖的 豪卖的店面 可以直接喝到这一款爱的卖康的 其实你一定要来现场试喝看看 因为这个算是蛮未来趋势的一个商品 而且我觉得他最特别的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酒标的背面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呢 就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QR Code 我知道 对 就大家想说现在QR Code不是满山满谷吗 对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QR Code 你有听过比特币吗 有 挖矿 他用了一个区块链的技术吗 对不对 这一个QR Code他是 爱德麦康酒厂 跟英国一个很知名的科技公司 共同开发 通过 他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 去做产地履历 也就是说你今天只要不管你拿到哪一瓶酒 你扫入他的QR Code 会发生三件事 第一个你会看到他整支酒从 大麦哪里来 然后所有针对的过程 甚至谁帮你清手装品都会写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当你登入之后 你的资料就会 上传到这个云端的空间 就是这个区块链里面 那区块链有一个特色 是 无法被修改 也就是他会 记录这一支酒 在哪里 给了什么样的消费者 也就是他会知道这一支酒的旅行 去了哪里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过去大部分的酒厂 尤其在做P4商品的时候 他其实不会告诉你说 我用了什么桶型 我用多少桶子 不敢讲 不敢讲 真的 里面每一支酒 我们都有一个PDF 里面五十几个酒桶 每一支酒 什么时候蒸6 什么桶型 全部列出来 也就是他完全公开 他这支酒 怎么调出来多少比例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做法 那时候这个酒厂 想要跟就是 国外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苏格兰威士忌现在全球 越来越的蓬勃发展 那我们碰到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假酒 另外一个是评书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这个技术 已经做到就是 高级的酒款 他可以在就是 酒瓶盖这边做一个晶片 也就是当你开瓶的时候 你的开瓶资料 就会上传到云端 也就是这瓶酒就被开过了 这个编号的酒被开过了 太酷了 这一支当然还没有 它的限量款是有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大酒厂要采用 包含我们今年亚木特 有一款就是磁瓶的 10周年的Fusion的纪念款 我今天没有带来 但现场可以来现场看一下 磁瓶包装的亚木特纪念款 最后数量了 对 对 高级的技术可以来看一下 大家拨控前来一定要来我们的那个 豪迈国际的摊位 它是在J816 我们就在主走道 就是很明显一定看得到我们 有经过其实一定来喝看看 因为你在其他地方 其实喝不到像这样子的威士忌的商品 对那这一款其实有一点点淡淡的泥美 就是豪迈针对各个不同的活动 他都会释放不同的酒款 对那 希望大家就是来国际酒展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酒款 真的 我觉得威士忌就是要多喝 因为就是你在喝的过程中 你才可以慢慢的知道 你自己想要什么样子风格的威士忌 跟你喜欢什么样子风格的威士忌 那豪迈国际其实我们本身就是 我们从IB起家 所以我们其实一致在推广的 就是威士忌教育的理念 那我们希望带给更多消费者是 你今天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你可以更 言之有误的去告诉你的朋友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你喜欢泥煤 你不喜欢泥煤 你喜欢雪莉 你喜欢波本桶 就是 我觉得威士忌就是要多是 那我们也提供 就是在酒展提供这个机会 让你有机会来我们的摊位 去试试看不同样的威士忌酒款 那像我们这一次 其实公司在今年 我们总共代理了两个新的酒厂品牌 其中一个就是我刚讲到 爱德麦康 他来自西高地的半岛 他是带有海风格 就是一点烟熏泥煤风格的 那同时呢我们又带领另外一间 这一间呢会这一次 全台湾首次 在国际酌长露出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今天在 看资料的时候 对 对 我连在网路上看台湾 搜寻台湾相关 都还搜寻不到 完全没有他的资料 对不起因为我还没写 我们还没开始写 东西 前天才就是空运 现在还在那个 港口 还在等 所以我们就麻烦那个 Sophia大概 帮我们介绍 就我只能口头介绍了 零多修道院 他的特色 对所以我们其实 豪迈国际 我们除了代理的西高地 这样子一个 泥煤海风之后 我们就挑选了一支来自 滴地酒厂的风格的酒款 那他是无泥煤的 那滴地就是比较清柔 比较果香的一个 商品系列 那最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非常红的那个 油厂格马兰 对 格马兰他是来自苏格兰 因为非常有名的顾问 叫James Wong的一个 建厂的一个顾问 那其实我们的爱的麦康 以及就是这一间 林多也都是这位 顾问的作品 那在这样子同一个顾问的作品 其实他创场的时候给他们很多 经验跟想法 但是每一间酒厂在他不同的区域 然后不同的制程后都会有 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那像这一间林多 他其实 他其实他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来自 我们其实如果你有在听苏格兰威士忌的故事 你会知道说 虽然 很多地方都宣称他是威士忌的起源 对 例如说爱尔兰 但是在苏格兰的皇室里面的 之记录 历史上 第1个有威士忌相关记录的时候 是1494年 那时候的这个文本 就是苏格兰皇室记录 是那时候的 詹姆士国王 就请这个林多修道院的修士 就是用大麦蒸馏了一批酒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酒款 它等于是整个威士忌的历史里面 第1款 威士忌诞生的地方 那这个林多修道院它现在其实是一个遗址 那后来就是 由就是这个家族买下之后呢 他们就决定要复兴这个遗址 那去重新重现 就是修道院当时的风格 所以他们在很多制程上 以及就是他们的想法上面 其实 都是非常遵照就是古法的制作 那他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一个背景 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说 威士忌起源于这里 目前也都 只有出这一款 对目前就有这一款 其实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商品 但是那个是酒厂限定 就是你要飞到酒厂去 其实我们豪卖也很希望之后有机会带着很多朋友一起到苏格兰去旅游 那林多这个修道院包含爱德麦康 他其实都是一个观光景点 那像林多修道院的话 他有特色就是 他其实 是使用当地大麦 因为他就觉得 那时候的修饰 就是修道院这些修饰 其实他们都是 自立自强 都是自己在耕作 自己种草药 自己种大麦 所以 整个林多所有的商品 他全部用 周围8个农场的大麦 百分之百当地生产 所以算是蛮有趣的一个local body的 酒厂 那同时他又种了很多香草 因为我不知道建模知不知道威士忌在最早的时候 其实 没有在放项目头 都是new make吗 new make然后有点像请酒的做法 因为那是历史的状况 今天刚好 也有带来他的new make 那给大家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有 多少朋友是很熟悉威士忌或是不熟悉威士忌的 其实威士忌在放入橡木桶前 他都是这样子 透明无色的 我们称为new make 新酒 酒精浓度还蛮高的 大概都会 这落在 就是入桶的时候落在63度左右 那随着成年跟桶子交换 他会慢慢的酒精度会下降 这是威士忌的一个基本的制程 那为什么很多 如果你有在了解 新酒厂的故事的话 反正蛮多新酒厂都会推出new make的作品 那为什么要推出new make的作品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威士忌里面我们会说有个东西叫原厂风格 对 那原厂风格就是他 透过他当地的麦芽 透过他的蒸馏器 第一次去呈现这个酒厂的特色 就是以这个new make为主 那进入了各式各样的桶子之后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桶子 因为我知道威士忌有 差不多九成的味道都是从橡木桶来的 对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一个威士忌他的 各个酒厂不同的风格 跟个性的话就是要从他的new make下手 其实我觉得new make更多是体验 就是当你喝到一个完成品之后 你会回去追寻说 这样子的一个酒款 他原本蒸馏出来 品酒师或是 熟悉蒸馏是他想要 呈现什么样的风格 那透过这些呈现风格 你可以去想像说他经过不同的桶型 或是年份会呈现什么样的风格 其实是很有趣的在这个里面 好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 我有解答到你关于这两个 就是 酒厂吗 有有有有 真的因为他超级 超级期待 他是来之前就一直跟我们讲说 你这两个酒厂 因为他是 超级认真的去搜寻了很多资料 然后发现我们都没有资料 对没有资料 不好意思 爱着麦康纪念酒喝不到 然后那个 零多修道院 又没有资料可以看 所以要来酒展 不然国际酒展办来做什么 就是来现场喝 大家一起喝 对现场才有机会喝到 那接下来还有一款 这个也是大家耳熟没想到 这个厉害了 对 Coopers Choice 酷选大师系列威士忌 这个是单桶作品 就是当你喝了很多很多的品牌 很多很多的欧比原厂之后 你想要更进阶一步 就是去了解 不同的酒款 酒厂 或者是 他圆桶强度 他在一个桶子里面 是什么样的风格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进阶到 这样子的一个单一桶的作品 对 那我觉得苏格兰威士忌 甚至所有的威士忌 最有趣的一件事 这个很多消费者不知道 就是 其实 同一天真六的研究 放在同一种橡木桶 你摆10年之后 不会有两个橡木桶里面的酒 是一模一样的 对 我们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 叫一桶一格 就是有点像是 日本的说法 但是 没有关系 就是基本上 一个橡木桶 有一个个性 对所以他有趣就在这里 这一桶装出了200瓶 你今天喝了喜欢 你这两排瓶结束后 你就再也没有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在玩的 就是所谓单桶的一个拼音 那酷选大师这个系列是 现在台湾市场上 最平易近人的一个 单桶威士忌的 品牌 因为他的创办人 那时候就觉得说 他本身是一个爱雷岛 已经 在酒厂工作30几年的老先生 他就觉得说威士忌 开始陆陆续续越来越蓬勃发展 对 他觉得他怕他的子孙以后喝不到好的威士忌 买不起 真的买不起 比较平易近的 对现在酒厂 现在威士忌真的是 酒越来越贵 然后好东西越来越难挑 就是真的是 有止酒价 真的 所以他那时候他的品牌 他就是 定义好 他就是想要做CP值很高的酒厂 让他的下一代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喝到很好的单桶威士忌 那同时他的第二代就是 他的儿子进 到产业之后 他就觉得说年轻人会想要更新潮的东西 所以他开始做一些过桶 很特殊的 不管是葡萄酒桶 或者是 像我们这 我今天带来的是雪莉桶 这比较基本 但是他会常常出现 不管是 各式各样的 甜白酒桶 马萨拉桶 这种各式各样的酒桶 那我们这次豪迈国际呢 现场准备了六款不同的酷犬大师的作品 要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 因为这个东西的单价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们是采付费单杯的模式 但是也是很推荐大家 就是在酒展现场 其实我觉得酒展有一个玩法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提 试试看 对就是其实你到酒展现场 就是 我们每个人酒量有限 你不能抱着说我今天就要去喝玩一圈的心态 大部分会四天都来 对 必须的 对 其实四天都要到 但是因为你 其实喝酒是这样 你喝第一款第二款 你还分辨得出味道 但是你喝太多的时候 你就会 忽略了这些享受 那个细节已经没办法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蛮推荐消费者 如果看到真的喜欢 或是有兴趣的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 就是大家 因为威士忌不会坏 开了可以放很久 对 这是 我真的有发现很多客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不会坏 对他不知道 他以为威士忌跟红酒一样 就开完喝掉 所以他就觉得压力大 我一支酒 都要过了一年我才会喝完 不是 没有就是其实很多人进入威士忌 也是因为他酒可以放 那我们都还蛮推荐很多年轻的消费朋友 他们可以 四五个人分一款 那他就可以多买几款 而且可以放很久 去多多体验 所以 我觉得酒展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你可以看到很多你 平常不知道的品牌 而且甚至很多品牌都有推 推广试影 可以多试试 好我们扯远了 我们回到酷选大师这个牌子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酒 其实 蛮有趣的 它叫 MENAMO MENAMO 这个酒厂 记得没有看过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这个酒厂其实 我们碰过很多消费者 大概一半以上的人 没有看过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 很少见的酒厂 那Grand Lossi有听过吗 有 不是露斯 不是我知道 对我知道 这一间酒厂呢 跟它是姐妹厂 姐妹厂 它的存在就是因为Lossi的酒不够 所以它就隔壁见了一间 但是 它应该也是酒也是很少 没有 它就是 它比Lossi大了好几倍 但是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 这种集团的酒厂嘛 它就觉得要省人力省时间 所以它在很长一段时间 它是跟这个酒厂共用仓库 跟共用人力这样子的一个酒厂 非常有趣但是其实因为它本身没有在做OB 它本身这个品牌的 酒厂的酒款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拿去做调和威士忌 对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走路的那个威士忌 对 所以 都跟他们买 都跟他们买 所以这个酒其实 本来就是他家的 他自己家的酒厂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威士忌 其实就是 这样子的酒厂商品就是你平常其实没有办法在外面找到它 那透过这样子独立 独立装品厂的选酒 你就有机会去看到 这些调和威士忌背后有什么样的酒厂有什么样的故事 对 那这样子的酒我觉得 现场也很适合大家就是来 体验看看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们今天介绍 威士忌的部分呢 今天还有 特别 带来一个 特别加码 对 雅木特的琴酒 对我觉得现在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在英国生活 然后在英国生活的话 你就发现英国的女生其实非常爱琴酒 因为他们其实是喝酒是一个文化 然后他家里可能就放了好多款 四五款琴酒 然后自己还会准备那种玫瑰花瓣 香料 就是 每天在家就要自己调一杯GINTONY 对因为我们一般 就是 一般消费者 他尝试到琴酒的话 一般都是 夜店啊 这种口味喝到 那那个 琴酒都是很基础 很基本款的那种 所以 味道没有那么的平易进 所以要透过调酒来尝试 对 那现在又进了很多不同的琴酒 像这款 其实这个时代是工艺琴酒的时代 也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就是会看到很多琴酒都是基本款 可是现在琴酒玩什么 玩他的风味 因为 他本身琴酒的规定就是 除了杜松子这一个原料以外 你可以加入任何让你激发创意的 原料 那像亚木特这一款 他就用在地的蓝山红茶 去作为他的基地 印度离红茶的那个产地非常的近 他就是印度的一个特色 那我不知道就是 观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喝过印度很有名的拉茶或者是那种香料茶 那这款酒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风格里面有肉桂啊 有很多就是印度的辛香料 的风格去综合起来 那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茶香 那我觉得在玩琴酒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琴酒其实 做成Gin Tony之后 酒精浓度其实比较低 但是他可以很好的去呈现各种不同琴酒的风味 那透过这样的风味你可以认识 某一个在地 像日本有很多在地清酒 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用当地风图 甚至台湾很多小型的酒厂 就我们常常出去 然后推广会你会看到 不管是用在地的马靠啊 或是用什么去做的清酒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认识文化的机会 那我觉得亚木特他想要推广 除了在推广印度当地可以做出 国际等级 国际奖项等级的威士忌以外 他们也可以做出很好的工艺清酒 那这一款其实在台湾也算是限量的 发售 我们每一季其实在国外就有分到100多瓶 对就是其实半年才分到100多瓶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 而且CP值很高 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900 超便宜对不对 我跟讲现场我们大概也剩 十几瓶啦 可以到酒展现场来抢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可以去体验一个新文化 尤其我们现在不能出国 对对 就是因为不能出国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各个酒 来围出国 对 试着不同 国际酒展就是来看各国的东西 你每天就是喝的都是平常家里酒 你就是来国际酒展来找找不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亚木特的用水是用那个喜马拉雅山 汇集的那个巷 他的大麦是用就是喜马拉雅山的血水去灌溉 特别甜 就是 这种麦芽非常的特别 然后他自己也是用了很好的水源 就是完全突破大家对于就是印度的印象 对那我们今天 今天为大家带来四款的威士忌品牌 然后现场 台北国际酒展的时候豪迈国际 他会带来总共大概来七个品牌 我们品牌超多的 七个 大家一定要来现场 那大家还记得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 如果大家呢 在我们的底下留言 并且公开分享 然后留言 是 11月19到22 然后台北国际酒展 豪迈国际摊位 豪迈国际摊位件 真的 我们把留言留下去 我们会在 10月31 大概赶快复制贴上 对10月31的时候会抽出 我们的那个 格兰凯恩文香杯 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刷起来 对就是这个 就这个 我们抽作爱德麦康原厂的 就是这从苏格兰运过来 这个杯子价值500多块 原厂的水晶杯 而且这种杯型是 呃 现在威士忌界公认喝 单一美威士忌 最适合的杯型 它可以很好的展现 酒的香气 那我觉得就是 透过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 也许他过去没有接触威士忌 对 也许他就是想来国际酒展 体验看看 我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抽到这个杯子 也欢迎拿着杯子来我们 就是 摊位试试看 不同的酒款 这样子 那我们 今天就谢谢 好卖国际的 Sophia 那大家记得 来台北国际酒展 说到 J816的摊位 好卖国际摊位 对对对 Sophia相见欢 来找我们玩喔 谢谢大家 记得留言喔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